不是会员开不起 而是全文更有性价比 胖虎提醒名背好鼠片 脸好歪发 故事开始 我舔了柳如烟三年 给他做饭洗衣 写作业 后来有人问他 几博大舔了你这么久了 你就没动心 昏暗的灯光下 我听见他轻笑了一声 几博大 我只是把他当个保姆而已 为什么要动心 全场一阵哄笑 但他们不知道 柳如烟每个月给我六万块钱 我其实真就是他高薪聘请的校园保姆 遇见柳如烟的那天 正是我一生中最狼狈的时候 我爸在工地摔断了肚 我妈又要照顾我爸 又要打三份工 累得晕了过去 那时候 我都准备放弃学业去打工了 但柳如烟出现了 他踩着细高跟 穿着精致的连衣裙 每一根发丝都保持着优雅高贵 一眼看去就是富家大小姐 大小姐扬着下巴 说自己缺个校园保姆 问我要不要上考 旁人可能会觉得屈辱 而我只会感恩戴德 大小姐放心 洗衣做饭擦地刷马头 我什么都能干 柳如烟笑着说 倒是不需要你擦地刷马头 顿了几秒后 又补充道 也别叫什么大小姐 我最讨厌别人这么叫我 好的 柳老板 就这样 我获得了一份高薪的工作 柳老板大气地预知了 我三个月的工资 一共是十八万 正好是我把手术所需要的费 从此以后 我尽心尽力 结成为柳老板服务 他在学校附近有一套房 说厨房我可以随意用 于是我每天早上六点就起床 为他准备好丰盛的早餐 送到宿舍楼下 他的衣服也都是我一件件熟悉 什么真似连衣犬 什么羊绒大衣 洗完了再运烫好 叶放得整整齐齐 柳如烟喜欢吃甜食 我每周会给他送两次甜品 但他又说要空桃 所以对热量要求很严格 我只能全网搜索低脂少糖的食品 做各种试验 然后自己吃掉失败品 每天还要给他送新鲜果切 需要搭配六种以上的高档水果 其中一种必须是草莓 他每次要和闺蜜去聚餐 我都会提前帮他订好位置 选好菜品 全校的人都在嘲笑我 说我是个屌丝甜狗 没出现 可他们不知道 我只是在尽职尽责的工作 柳大小姐又要和室友聚餐 下午的时候 他给我发消息 他们几个想喝点小酒 帮我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吧 收到请回复 我敲了敲手机 回复一 随后开始搜索合适的餐厅 订好之后 我把地址和包厢号发了过去 需要叫个车吗 不用 我开车去 你要喝酒的吧 那我帮你叫个代价 柳大小姐直接发了一条语音过来 算了 你也一起来吧 到时候送我回来 好 为了满足柳老板的业务需求 我去年就考了驾照 柳如烟坐上副驾后 就闭上眼开始休息 我在校门口接上了 他那三个盛装打扮的事 上车后 他们看见我 开始凑在一起窃窃私语 气泊大学长 你也要去啊 我摇头 没有啊 我开车送你们过去 你们吃完了 我再送你们回来 其中一个女孩欲言幼稚 学长你这也太甜了 婉约又不喜欢你 你何必呢 柳老板突然掀了掀眼皮 几拨大 你怎么还停在这儿 等着吃罚单呢 我赶紧道歉 驶入了车流中 我给柳老板当校园保女这事 他是让我保密的 涉及金钱交易难免会有人多想 要是传出去什么谣言 对你我都不好 还不如就让你当个舔狗 反正工资你拿了 服务我享受了 谁都不吃亏 我当然是一万个同意 柳如烟是老板 还是个非常大方的老板 他说什么都对 除了柳如烟的室友 还来了几个他们同专业的同学 久过三巡 几个人开始玩真心话大冒险 柳如烟抽中了真心话 有个叫陆青的男生问 柳如烟 林学长舔了你那么久了 你就没动心了 没 为什么呀 他虽然穷 但长得还是挺帅的呀 你不喜欢这种类型 柳如烟抿了抿飞中的红酒 沟纯倾笑了一声 几博大 我只是把他的保姆而已 为什么要动心 我朝着包厢内望去 正好对上了陆青幸灾乐祸的眼神 陆青也算个小富二代 但家里资产没法和柳大小姐相提并 他一直在追柳如烟 柳如烟却不怎么搭理他 所以他一直对我有些敌意 当晚我就被挂上了表白墙 二位同学 大小姐已经明确说了对你们意思 请你不要再缠着他 二十一级的林某 人要脸书要屁 人家女孩子都明确拒绝 你还要死缠烂打 不就是看上了人家有钱 吃相不要太难看 某位灵性学长 请勿骚扰附加千金 我气得差点摔了手机 乱说话是会害我丢工作的呀 请我连忙给柳大小姐发威胁 老板不好意思 表白墙的事情我三天内处理掉啊 柳如烟回了一句话 但是不一会儿 他又说 好烦 要不你直接当我男朋友算了 我吓得手机掉在了地上 老板这可不行了 这样我岂不是要从付费保姆 变成免费保姆 于是我回 婉拒了哈 表白墙这事 大概率是陆青干的 他想舔柳如烟 但一直舔不上 得知我天天给大小姐送饭 于是他也要竞争一下 柳如烟收到过他亲手烤的 曲奇饼和蛋黄酥 结果大小姐当成我做的 他把那个不锈钢饭桶递给我 醋着没说 做得很好 以后别做了 差点把我压得掉 还是之前的提拉米苏好吃 我一脸尴尬的解释 这不是我做的呀老板 你看袋子里还有个贺卡 应该是暗恋你的人送的吧 柳如烟眉头皱得更厉害 别人做的 我点了点头 他好气又好笑 几博大学长 有人给我送东西吃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是白富美 他们眼光好 不 他抱着胳膊 说明他抢了你的部分工作内容 你该担心自己的保姆职位 会不会受到威胁 我心里紧名大作 但是老板 别人跟你表白 这事也不应该归我管吧 为什么不归你管 大小姐淡淡瞥了我一眼 你名义上是我的舔狗 难道不应该处理一下情敌的问题吗 还是说 我的工资开的不够 够的够的 那这样 以后要是有人跟你告白 我就去找他谈话 让他打消念头 行吗 随你吧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但几分钟后 柳如烟给了我好大一框情书 不知道都是谁写的 你去处理一下吧 我粗略估算了一下 大概是上百分 工程量好像有点巨大 柳如烟转身就要走 我一把拉住了 柳老板 等一下 关于情敌这个事 我觉得还是得从长计议 柳如烟的生日快到了 室友突然问我 给他准备了什么礼物 我本来没想送礼物 毕竟我是个假天狗 又不是真喜欢他 但转念一想 他好像是得巴结一下老板 职场关系得搞好 老板的生日怎么能不送礼物 几个室友围在我耳边 一阵鸡鸡喳喳 兄弟 你可不能被陆青比下去 听说这次大小姐生日 陆青花了大手笔 我皱了皱眉 说 不要叫他大小姐 他不喜欢 室友尴尬一笑 行吧 连人家脚趾头都没舔到 护得还挺快 另一个室友又说 你得好好准备 听说陆青亲手做了个胸针 用的都是真的珠宝 特别贵 珠宝 柳如烟的首饰盒子 比我的衣柜都大 他金银珠宝都带念了 最近陈迷开始 陈迷什么手工编制 陆青送的东西 他能看得上 不过这件事 确实让我一阵头疼 让我花大钱去给他买礼物 那我肯定是舍不得的 这不是本末道志吗 于是我发了条帖子 家人们 上次要过生日了 该送什么样的礼物 结果一片回复 都是金条两瓶茅台铁观音 好像哪里不对劲 于是我重新发了一条 家人们 暗恋的女神要过生日了 该送什么礼物 PS 她非常有钱 白富美 啥都不缺 我非常穷 希望推荐便宜点的礼物 底下又都是一片嘲讽 你没事吧 没钱还要追白富美啊 又穷又抠 推荐康陈一品 我在一片骂声中 找到一条雪中送炭的评论 送点手工制作的吧 亲手织个围巾啥的 织围巾确实是个好主意 便宜又实用 但问题是 我没时间了 于是我打开了万能的某宝 输入 手工围巾盖支 这还真有卖的呀 甚至还能选择新手老手 最后我选了纯新手套餐 卖家保证会支的歪七扭八 一看就是纯手工制作 我发誓 我只是想用这条丑围巾 跟老板表个中心而已 谁能想到 它居然真的会戴在脖子上 大姐 是我上周帮你送去干洗的 那条米色LV不够柔软吗 还是我前两天帮你熨烫的 两条格纹Burberry不够实战 您为什么要把一条 价值29.9的某宝带支 南瓜色粗麻花手工围巾 放在您那颗高贵头颅的下方 为了弥补 我又赶紧下单了 价值69.9的老手带支套餐 柳如烟收到第二条围巾的时候 眼神有点复杂 好像是嫌弃 但不好意思直说 吃得不错 以后别再吃了 我这才看吧 他脖子上起了些红色小枕 天 该不会是29.9的化纤围巾 让大小姐高贵的脖子过敏了 我真是罪不大 于是我又去买了药膏 双手奉上 对不起 柳如烟依旧高冷地坐着 丝毫没有要接的意思 我等了许久 才等到了她的生命 林学长 你等什么呢 难道是让我自己涂药 我呕了一声 赶紧拧开了盖子 挖出一坨清凉的药膏 手指轻柔地涂在她泛红的皮肤上 她轻轻撕了一声 你的手怎么这么粗糙 皮肤都要被你划烂了 对不起 我每天干活 手上不是老姐就是伤口 确实会划到您娇嫩的肌肤 但离开的时候 柳如烟仍给了我一瓶护手霜 记得投 虽然有点傲娇 但是她心地还是很善良的 不善良的老板 怎么会给员工送价值 399的护手霜呢 我会好好投的 柳如烟是个过真价实的附加千金 家里给她办了盛大的生日宴会 据说豪门云集 这事本来跟我没啥关系 但柳如烟突然说 让我周六那天也跟着去 我刚提出了反对意见 她眼神就撇了过来 老板的生日宴 你不参加谁参加 柳老板 你家不是有好几个保姆吗 我去了能干什么呀 去和我的住家保姆们团建 你有意见 我一个头两个大 周六团建 还是去老板家里团建 可真有你的 柳老板又说 对了 你去买一身贵一点的西装 打个领带 别穿得太寒酸了 我心里只有一个疑问 老板 能报销吗 柳如烟似乎是犹豫了一回 才说 算了 我直接带你去买吧 毕竟你的审美 还是有点令人担忧 管她怎么嘲笑我 只要给我报销 您就是我的好老板 但是谁能想到 柳如烟给我挑了一套 五万多的手工定制西服 外加一条四千多的领带 我看着账单上的 五万九千九百九十八元 心里五味沉杂 天 再多两块钱 刚好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 我颤抖地捏着发票 问她 老板 真的会给我报销的 对吧 柳如烟晃了晃手指 眉甲上的钻石翼翼升光 她轻笑一声 扭头对店员小姐姐说 刷卡 我承认 这确实是世界上 最动听的两个字 六万块的西服 谁会不爱呢 我觉得能穿五十年 柳如烟请同学 但我却在柳家看到了陆青 她穿着一身脏蓝色西装 打着红色领结 说实话 有点像名针探柯南 陆青黏在柳如烟身旁 不停地和她攀谈 一会夸她裙子好看 一会说她妆容清丽 一会又说觉得她气质高雅 我就站在两米之外 看见柳如烟连连给我识眼色 起初我还没搞明白什么意思 后来柳如烟做了个手势 我才恍然大悟 陆青同学 我把她扒拉到一旁 刘小姐的裙子皱了 需要打理一下 这时候 我听见啪的一声 陆青动作一顿 随后咬牙切齿地说 几博大 我为婉月准备好的生日礼物 被你摔坏了 我顺着她的眼神看去 地上果然躺着一个四分五裂的凶针 大概就是传说中陆青亲自设计 亲自制作的那种 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柳如烟凶针也有一罗筐 钻石水晶珍珠的都有 但她应该不会喜欢 这么幼稚的七彩宝石蝴蝶结胸针吧 柳家的管家事实地上前解围 陆先生 您先跟我去客房休息片刻吧 您的礼物我会找人修复 您不用担心 陆青冷笑一声 我不担心 谁摔的谁赔 我赔 柳如烟突然插了话 陆青表情一正 柳如烟继续说道 是我叫她过来的 也是我让她拉的 所以我赔 陆青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这本来就是送你的礼物 你不生气就行 谈什么陪不陪的 陆青转身走了 管家又问我 不知您是 柳如烟替我答道 几国大 是我学长 管家没开眼笑 林先生 您好 我跟他握了手 心想 管家呀 你应该是我上司了 叫我小林就行哈哈哈哈 柳如烟跟在他爸爸身后 与几个大老板谈笑风声 我隐约听见那些人夸他聪明 果断 雷厉风行 我躲在角落里 偷偷拿了三杯香槟 一杯里就那么远 我连各位都没尝出来 陆青又神不知鬼不觉地 绕到了我旁边 他指着一个高富帅说 看见那个大少爷了吗 他叫徐行帆 是柳如烟的联姻对象 我若有所思地点的点头 原来柳老板的未来老公啊 陆青比一地看着我 林学长 你自己看看 你哪里能和人家比 我也没有和人家比 我一个穷角丝 和人家富二代比什么 正说着 徐行帆突然朝着我们走过来 他亲切友好的跟我们寒暄了一段 你们应该都和小碗同碎吧 我比你们大一些 前几年毕业了 现在在经营家里的公司 难怪这么有气势 原来是个总裁 徐总裁又补充道 我家里是做珠宝的 陆青脸色黑了一些 难怪他要亲手设计 什么凶针送给柳无烟 搞半天是在这摆头吗 徐行帆递给我一杯红酒 刚刚看你拿了好几杯香槟 是对酒感兴趣 来尝尝这个碗 我从家里带来的 我喝了一口 对上了他询问的事情 我随口夸赞道 好酒 很好喝 他温而一笑 并不是什么好酒 是我自己酿着碗的 随后又递给我另一杯 再尝尝这个呢 我硬着头皮喝了 接着夸赞 也好喝 实际上 我啥也喝不出来 我总共也没喝过两次红酒了 徐行帆把完着手上的红酒杯 慢挑撕裂地说 你们都是学生 我不和你们计较 陆青想怎么和我较劲都无所谓 不过是个黄毛小子 我从不放在眼里 但是你几个大 我不喜欢小婉身边游走太近的来 徐总裁似乎是把我当情敌了 这倒也是 在外人眼里 我本来就是柳如烟的甜口 谁能想到我们只是纯洁的金钱关系 我刚想跟他解释 柳如烟就出现了 行帆哥 好久不见了 柳如烟对他笑了一下 你在跟我男朋友说什么呢 徐总裁的眼神在我身上转了一圈 又在柳如烟身上转了一圈 然后又在我身上转了一圈 小婉 你是说 这位林先生是你正在交往的男朋友 柳如烟挑了挑眉 有问题 不是男朋友我干嘛把他带回家 好家伙 我不是来和保姆团建的吗 徐总才得体的祝贺了我们 随后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我压低了声音问 老板 这跟之前说好的不一样啊 柳如烟压低了嗓子 从今天起 你有新的工作任务了 什么 我爸想给我找联姻对象 你得假扮我的男朋友 我待着了一会儿 才问道 那这个是得算加班吧 柳如烟忍无可忍的咬牙 工资一个月涨30% 好的女朋友 我喜笑颜开的接过她的手提包 咱们需要去哪儿演戏 那天后 几国大舔狗尚未成功 这条消息传遍的学校 所有人都知道 我成了柳如烟的男朋友 大家都在祝贺我 说我舔到最后应有进度 只有陆青讥讽地说 你不会是当真了吧 柳如烟跟你玩玩而已 玩玩怎么了 能涨心30% 大小姐拿我的头当皮球玩都行 陆青在我这儿没讨到什么便宜 咬着后曹牙走嘛 临走前撂下一句你给我等着 到了晚上 我就知道了陆青让我等的是什么 他们又搞了一次什么社团聚餐 还特地让柳如烟把男朋友也带上 几个男生阴阳怪气地说 林大学霸厉害啊 学习泡妞两屋 什么泡妞 人家那泡的是有钱人 亲机 就是奔着钱去的 哈哈 他总像狗一样围着大小姐转 现在突然变成个人了 还真有点不习惯 我当然也不是吃素的 笑着回道 是吗 很正常啊 其实我看着你们几个也不太习惯 毕竟我们那里一般不让猪上桌的 气氛一时有些甘大 陆青打了个圆场 说让大家赶紧吃东西 然后他开始一个劲地给柳如烟加菜 但是柳如烟有个毛病 就是他有点洁癖 从不吃别人家的菜 于是我含泪帮他吃掉了 嗯 大虾 鲍鱼 东兴班 真香 过了一会儿 他们又说要玩真心话大冒险 柳如烟再次不幸地抽到了真心话 陆青再次积极发问 柳如烟 你对林田狗是认真的吗 还是跟他随便玩玩 他一个穷屌丝 就是来捞你的钱的 你不会动感情了吧 柳如烟靠在一背上 目光不悦 你脑子是不是抽了 才会问出这种问题 陆青咬牙问道 上个月就在这里 你还说你只把他当保姆而已 难道现在你就喜欢上他了 保姆怎么了 我就不能喜欢保姆啊 又有男生问道 那你说说 你喜欢他什么 柳如烟盯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长得帅 个子高 气质好 聪明 做饭好吃够了吗 还要我再说几条吗 我老脸不争气的红了 突然夸我干什么 怪叫人难为情的 过了几天 柳如烟带着我搬进了他的豪华公寓 有些人 表面上是和男朋友甜蜜同居 背地里只是为了让他六点起来做早餐 为了报复我 他甚至点了八菜一趟 好家伙 我五点半就得起来准备 真是好狠心的资本家 但是我喜欢 主要是八菜一趟他根本吃不完 大部分还是要进我肚子 于是我在超市选购了一大堆进口食材 每一样都选最贵的 反正食材报销 第二天 柳如烟吃得非常满意 但是谁能想到 他妈妈会突然过来 阿姨目瞪口呆地看着满足的菜 又看了看系着围裙拿着锅铲服 小婉娜这是女男朋友 你平时就这么扑张忘费的 我连忙放下锅铲 解释道 阿姨 我们没有浪费食物 都吃得完的 阿姨还是批评了这种奢靡行为 我和你爸在家里有三个做法 阿姨 我们早上吃的都没你这么封身 我心中暗自得意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的工作能力能抵三个同好 柳如烟妈强烈邀请我去她家住两天 我拗不过 还是跟着她去了 她还很贴心地安排我睡在柳如烟的卧室 阿姨 我非常有眼色地开始打地铺 柳如烟看着我行云流水的动作 似乎有些欲言又止 老板 你想说什么 她推开一扇门 我想说我卧室也是个套房 这里还有个小房间 你不用睡地上 我看着自己屁股底下的白色被子 面色有点尴尬 老板 你这个被子已经被我弄脏了 我帮你换个被套房 到了半夜 柳如烟突然说她嗓子不舒服 想喝雪梨汤 尽职尽责的我当然是爬起来就往厨房冲 我切了个大雪梨 还放了川贝 银耳 枸杞 冰糖 炖了半个小时 我把汤盛进小碗里 转身准备给柳老板端上楼 结果一抬眼看见了她妈妈 孩子你不会大半夜的 起来给她做吃的吧 我解释道 小碗有点咳嗽 我给她煮个雪梨汤 阿姨摇了摇头 不能这么浇惯她的 小碗这孩子从小就是这个毛病 你付出的越多 她就越看不到你心 我不辛苦啊 我只是在工作 我腼腆一笑 阿姨 这些我都不在乎 只要小碗好 我就心满意足了 第二天柳如烟冷着脸 把我拉到里面 问我给她爸妈灌了什么迷魂堂 他们大早上把我叫醒 教育了我半个小时 说让我不要玩弄你的感情 几博大学长 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对我有什么感情 你再给我仔细讲讲 我都是怎么玩弄你的 柳如烟最近憋着气 连早饭都没心情吃 竟还有这种好事 于是我睡了三天的懒觉 快到中午的时候 柳老板打了个电话 叫我帮他收拾行李 一股恐慌之情涌上心头 老板 我只是三天没做早饭 你不会是要开除我吧 柳如烟 哈 林学长 我开除你 然后让你把我的行李打包收拾好 这房子是你的事吗 我带着行李滚出你的家门 不好意思 不是要开除我就行 我挂断电话 开始帮他整理要带的东西 几秒后 柳如烟又发来了几条威胁 是要去露营 给我带两件后的外套 常用药也带一点 还有等下去买点零食什么的 你也去 我看着最后这一行子 嘴角抽了抽 这是零食通知出差呀 到了地方一看 出差条件艰苦不说 还得和老板挤个帐篷 柳如烟眼皮一闲 冷冰冰的说 这个月加两万块奖金 瞧瞧 冷冰冰的嘴唇 竟能说出如此令人热血沸腾的话 我一个箭步上前 三下午除二就将帐筒搭好了 我站在门口跟他招手 老板 快来呀 快过来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晚上的山风有点冷 我的外套还是不够厚 冻得瑟瑟发抖 柳如烟瞪我一眼 不是说了让你戴厚一点的衣服 我哈哈了两声 老板 什么时候回去睡觉啊 困死了 他抿着唇 再等等 等等等等 也不知道一直在等着 砰 被一射 一朵巨大的烟花在眼前炸开 随后是第二朵 第三朵 漫天的烟花在山间开放 我仿佛看到了一百万颗星星 天哪 居然有人放烟花 真漂亮 不知道是哪个人傻钱多的 便宜我们了 哈哈哈哈 柳如烟又瞪我一眼 谢谢夸奖 是我放的 啊 我愣了一下 柳老板 我不是骂你人傻钱多哈 但是你放烟花干什么 柳如烟突然站出一个 有些羞涩的笑容 几博大学长 我好像有点喜欢你 你要不要和我交往 我脑子好像是当机了 卡得完全没办法思考 烟花印在他清亮的眼睛里 三秒后 我扣着他的头吻下去 成为柳老板的真男朋友后 我更加静止静止 一起出去旅游 碰见什么好吃的 我都会千方百计地学会 做给他吃 一起去看电影 里面有什么浪漫的情节 我也会记下来 给他一个惊喜 柳老板无奈地对我说 你怎么像个陀螺一样 就不能休息会儿吗 电视里放着狗血剧 我的手拿着抹布 擦着茶几上的灰尘 我微笑道 总觉得不踏实 柳如烟犹豫了一下 你要是觉得不干净 不然还是请个保姆 我立马就把抹布扔了 开什么玩笑 万一新来的保姆 是个妖艳见货怎么办 万一那个小白脸 要勾引他怎么办 万一他看上小白脸了怎么办 柳如烟又说 过几天是行翻哥的订婚宴 我们得去一趟 谁 徐行翻 你还喝过他的红酒 我记起来了 徐总啊 那个一表人才的高富帅 我八卦道 那他是和谁订婚 是我一个堂妹 倒来倒去 最后还是和柳家联姻 我忧心忡忡 那你呢 你不用联姻了 柳如烟耸了耸剑 随口说着 不联姻啊 我和爸妈说了 要和你结婚 那一瞬间 全身的血液 好像都流去胸口了 心脏不知道出了什么不掌 碰碰碰响的不停 晚上睡觉前 柳如烟去冰箱里 拿了苹果汁 他转过身的那一鸟 我正好单膝 跪在了他面前 你这是怎么了 他伸手扶我 你磕到膝盖了 我忍无可忍 有婉月 我在求婚 你能不能看一眼 我手里的钻截 RT 我打了个喷嚏 谁能想到 求婚成功的第一吻 我就发起了高烧 柳如烟一个 食指不沾羊春水的大小节 笨手笨脚的给我煮了姜汤 又熬了海鲜粥 我含了一口口吃下了 他温柔的用毛巾帮我擦脸 你喜欢就好 多吃一点 不是你要不要自己尝一下 我反正这辈子没喝过 这么难喝的海鲜粥 吃了退烧药后 我就睡下了 迷迷糊糊间 感觉到额头一阵冰凉 应该是柳如烟在帮我冰敷 多亏了他的悉心照顾 我一天就退烧了 第二天早晨起床时 已经神清气爽 等下多吃点 他双手撑在下巴上 一脸期待地问 味道怎么样 我浅尝了一口 艰难笑道 还不错 于是他又给我加了一大手 多吃点 这样身体才能恢复得更晚 期末考试要到了 大家都在挑灯页语 据说柳如烟花了8888元 从他们专业第一名那里 买了重点提醒和课堂笔记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 后悔的直拍大本 这钱怎么就让别人给挣了 早知道卖笔记也没挣钱 我连写八本不带床样子 于是我一咬牙 没想到副业就这样开启了 一堆人来找我要拼记 还有人问有没有英语的 有没有现代的 有没有毛袋的 我恍惚了一会儿 挨个回复道 都有 啥都有 一门88元 提供复应件和电子版两种 期末的力量真是强大 短短一个上午 我的笔记卖出了差不多100分 柳如烟曾经问过我 为什么要一直攒钱 我告诉他 我想开一家咖啡店 后来有一天 柳如烟带我去了一间 装修很精致的商铺 他问我 你觉得这家店看起来怎么样 我仔细观察了一圈 回答道 地段真不错 装修也好看 是我喜欢的风格 他突然就塞给我一串钥匙 这是哪个钥匙 他冲着玻璃门抬了抬下巴 是这里的钥匙 我压抑地看见他 柳老板 这家店是你的呀 傻瓜 以后是你的了 好好卖你的咖啡吧 林老板 柳如烟的控制欲 其实还挺强的 他嘴上说 咖啡店的一切都由我做出 实际上却严令禁止我 售卖全麦面包 因为他不喜欢 我好生好气地跟他讲道理 他存在就说明有市场需求 肯定是有顾客喜欢的 柳如烟瞪着眼睛骂道 谁会喜欢全麦面包 你在全世界找出一个人看看 我表面上哄好了他 背地里还是偷偷上架 为了尽快卖完 不被柳老板发现 我甚至打了折扣 一袋只要9.9元 结果 四个小时过去了 只卖出去了一袋 还是有个姐姐不小心碰到地上 不好意思才买下来 最后还是柳如烟 把那几袋面包买了下来 据说拿去喂狗了 结果流浪狗都不吃 后来又有一天 柳大小姐突发奇想 说要跟我学着做蛋糕 她非常倔强 非得从制作蛋糕批这一步开始 但她有一点点 面粉鸡蛋怎么加都加不对 一直是很稀的活 看着就感觉烤不熟 最后我骗她说 她做的那份我已经放进口箱了 她才尝输了一口气 实际上 我当然是直接换了个蛋糕批 不然真的等她做好 估计要天黑了 后来她又十分笨拙地 拿着裱花带鸡奶奶 还写了几个丑丑的字 我眯着眼睛辨认了半天 才认出来是 纪国大学长生日快乐 直到那一刻 我才猛地意识到 原来那天是我的生日啊 到了晚上 柳如烟果然将 那个丑蛋糕端了出来 叫我许愿吹蜡烛 她表情一直有些奇怪 不知道是在期待些什么 直到我切完了蛋糕 甚至吃完了一大块之后 她才疑惑地说 你怎么还没吃到 我愣了一下 什么 她把剩下的蛋糕也切碎 还在里面翻找了好一块 不对啊 我准备的对见呢 蛋糕里怎么没有 我突然心虚地想起 柳老板做的那个蛋糕梯 好像是被我扔进垃圾里 难怪他非要自己烤蛋糕梯 原来是要往里面塞礼物啊 早知道我就不掉话了 于是在寒风凛冽的夜晚 我们两个又穿起外套 飞速赶往咖啡店 在垃圾堆里翻找了两个小时后 我终于找到了那对薄金戒指 很精致的样式 内环上还刻着字母 在路灯下一一声灰 于是我们就站在一堆垃圾里 为彼此套上了一声的沉默 柳如烟翻乱 第一次遇见寄伯大的时候 他正在奶茶店门口发传单 我看他满头都是喊 顺手就接过来了 后来我又在学校里看了他 才知道他是我学长 我听见有人讨论 几伯大怎么到处兼职呢 他家里很穷吗 应该是吧 真奇怪 他还拿了奖学金的 居然都不够花 再一次看见几伯大学长 是在医院门口 他拖着疲惫的身子 到处打电线杆子上的电话 问人家要不要兼职他 我心软了 我踩着高跟鞋走了过去 仰起下巴问他 喂 我缺个保姆 你要不要上榜 一开始他有点警惕 问我到底想要什么 但我先把钱转给他 几伯大如是重负 赶忙去交了手术费 第二天早上 不到七点 他就把我叫了起来 老板我在你宿舍楼下 给你带了早餐 你下来拿吧 我憋着一股起床气 下楼拿了他给的三明治 但对上他那双清澈的眼 又好像什么气都没了 其实我并不想早起吃饭 哪个大学生天天七点起床啊 但林学长不给我 任何睡两觉的机会 他觉得自己拿了钱 就该好好办事 每天雷打不动的 七点三十分给我打电话 我一边咬着三明治 喝着热牛奶 一边困得泪流满面 都是自己造的面 后来有一次 我点了八菜一套 希望他忙活到八九点 再叫我起床 谁知道今夜的学长 五点半就起床了 早晨七点二十九分 他准时敲响了我卧室的门 老板 起来吃饭了 头好像更疼了 怎么样才能让他放弃做早餐呢 要不直接让他当男朋友算了 男朋友总不能还叫我早起来 事实证明还是得早起 甚至由于我们在同居 所以起得更早了 他每天早晨六点多 就起来在厨房倒 然后拉着我在餐桌上坐下 开始一天的美好生活 而我只想躲回被窝 再睡二十分钟 鸡汤能有多香啊 还能有回笼叫香 但是没人理解我的痛苦 所有人都说我身在福中不知府 现在哪里还有几波大这种好男人了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还对你那么好 你有什么不知足 长得帅 做饭又好吃 小碗你捡到饱了 谢谢 我不想捡饱 我只想睡觉 晚上不让人睡 早上也不让人睡 我的人生为什么就这么全